各位學官請起立 走下去 請坐 來 後面動作修法比較快 我們第一告示的學官 不好意思 讓你們第一告示 雖然看不到我現場 不過這個鴨雄我怎麼看得到 各位同志各位同心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好 今天是這兩年來 頭一次 這樣不斷跟這種程度 別說你們嚇到 別說你們嚇到 我們所有的同志都嚇到 大家臉色全順順 到現在都不吃飯 所以 從後期開始 強烈的 碰館 參加的人數 一定要先報名 一定要先報名 我們才接受 當然啦 這期我看才250個以上 這是有歷史以來 如果說250個 美國要求4000個 我們現在的 這麼多十幾個 高級班 差不多已經有1千200個左右 這期我250個加 不用幾幾4000個 就已經完了 所以我相信美國 也開始割在等 這個割在等 他是很高興 但是呢 我們本身 要問我們自己 你準備好嗎 你不能說台灣這樣交給你 你這樣發得很好 尤其是台灣的論述 這兩天 不是青青菜菜 說最一片口 兩片口 你沒了 台灣的這兩天 尤其我們這個高級班 你已經知道 你說台灣的地位 我簡單的 學習 台灣的地位 台灣的地位 你看看我們現在 現實是這個 尖閣群島釣魚台 美國的冠方 怎麼樣表態 你們聽清楚 他說 尖閣群島 尖閣群島就是釣魚台 尖閣群島 是由日本政府管轄 是由日本政府管轄 可是尖閣群島的主權立場 美國不表示意見 再說一次 尖閣群島的釣魚台 尖閣群島 是由日本政府管轄 對於尖閣群島的主權立場 美國不表示意見 你只看這句話 你就應該很清楚 尖閣群島的主權立場 美國不表示意見 這個意思就是尖閣群島的主權 是日本天皇的 但是美國說這句話 他在釣什麼人的胃口 在釣中國的胃口 中國這個土耳民 他看不見 但是他現在 也開始在看不見 所以你看他的態度 我保證 一定會一天比一天 態度越來越軟 所以他甚至 跟日本說 尖閣群島釣魚台 中日 或是說日中 共同管轄 共同管理 日本說 捐絕拒絕 不行 他說 尖閣群島 是我日本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所以你看他 雖然中國 派飛機派准 這樣 雖然很靠近 但是他也不敢動 其實 在這個立場裡面 我很清楚 美國是希望說 他們可以捐 因為 韓國 金正恩出來 否認說 沒有沒有 那個不是我炸的 你都知道 金正恩 他這種 朝鮮北韓的 這個國家 是非常大大 但是 如果在國際 國際 他不會說 白癡 有一次 東南媽 有一百飛機 客機 他把它 炸成 那些 客機 他把它 放置炸彈 讓它 復活 他馬上出來說 這下飛機 是我炸的 客機 但是 對那些 南海 那些 金鎮 他沒有出來 聲音 他說那不是我 你想我那什麼人 當我在這個地方 我沒辦法說 但是不久 你想想也知道 因為美國 他們說 他準備很久 也希望 可以來捐 六次他去跟日本說 日本也不去捐 所以這邊的釣魚台 尖閣群島 會發生這個 求婚 我感覺說 有人在安排 當然那絕對不是 馬營救安排 我跟你說 我得到的正確消息 如果開戰 五分錢改革 中國 他在聯兵 在福建 在浙江 在聯陸軍 我想說 很愛笑 那個騙在台灣人 在海 在聯陸軍 尖閣群島 是海洋裡面的一個小島 你聯陸軍 你聽不聽有 你敢聽得如何 但是台灣人聽不 喔 中國現在努力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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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六軍 更強 你要拿 政革群島 沒有機會 說到這個地方 我也要說 現在我們台灣政府 台灣民政府 最新的消息 給各位知道 我們大家都知道 我們現實是 台灣政府 已經在美國的法治人DC 有派一個 東岸的代表 叫做林德星 這個代表 在那裡上班 他呢 有跟美國國務院聯絡 他也有跟美國國會聯絡 當時也跟美國國防部聯絡 和國安 參謀聯絡 會聯絡 現在現主席 國會所有議員 眾議員 參議員 國務院 和他聯絡時 都稱呼 台灣 台灣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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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說一次 美國官方稱呼 我們派去的人 叫做台灣大使 這是 有歷史以來 頭一次 美國官方叫台灣大使 有很多人說 尤其是 國民黨 民進黨 特派都說 你的白紙 黑字要拿出來 各位 我們有公佈 白紙黑字還是沒有 有嗎 有 公佈在哪裡 台灣 民政府的官網 我相信 我相信 那雖然是 沙英文 但是 我相信 在座各位 你的孩子 來看 那張就很清楚 那張 第一張公佈是 在兩千塊十年 十個七十 美國 的 書法部 給我們的公文 各位 這張公文 如果要看 的重點 要看到 看上面 criminal division 那些是重點 那些重點 那些重點是什麼 為什麼要交給 犯罪部門 我們 來發這段 配 各位 你會記得 兩千塊 兩年 十月二十 我們台灣民政府 以外做頭 去顧米國 這個官司 你會記得嗎 當然 他也有五點的判決 這五點的判決 他說 台灣人沒有國際 台灣人沒有國際 生任的政府 台灣人生活 在政治的連隔 第四點 他說 他生任 台灣又是由 美國軍事政府 佔領中 第五點 要求美國 行政單位 要主動來協助 這些原告 原告就是 台灣民政府 台灣政府 主動協助 是什麼要協助 就是國務院 要來協助 這個國務院協助 他說 為什麼要犯罪 這個部門 來發這個票 因為這個部門 就是在 這個國務院 這個國務院 和其他人 是不是有照 美國的 歡迎 會打開 有在進行 沒有 這是非常好的消息 所以我告訴他 他說 台灣民政府 要執政 的日子 沒有 所以 三立 警惠人 訪問 那時候 兩禮拜 跟他訪問 他說 當然 記者 要再推推 年輕人 二十公里 二十公里 當然 聽到這個 和外面的人 一樣的心情 都有剩一條 哪有可能 國民黨那麼強 民進黨 推了半天 都推不動 你台灣民政府 才成立多久 兩年 你就要把 國民黨推翻 這樣有可能 這樣 你是不是瘋子 我跟他說 喔瘋子 我跟他說 兩年 給我兩年 到時候 大家看看 看我們台灣民政府 是不是一個瘋子 各位 我們跟誰的 跟瘋子 不是瘋子 要拍手 我講這句話是有關鍵 也有 我的 心中 有一八尺 為什麼心中有一八尺 因為第一點 美國你要求 分年四千名 OK 你如果看這張 我跟美國媽最知道 我們這張 一百二百五十 就不用幾張 十二張就解決了 何況 已經有一個 一千兩百的 放在那裡 那裡 所以這樣看 沒聽到六月 六月七月 我們就達到四千名 現在各國 要拚什麼東西 拚十分鐘 我們現在在 從 宜花東 台北 新庭 台南 台中 跟這個 也做 高雄 我們的 這個 酒的辦公室 差不多 差不多 一兩禮拜 就都完成了 我們這位辦公室 不是你們想像 說 我們現在都找什麼 你知道嗎 辦公室 大樓 一樓 二樓 做 英國的地方 這樣讚嗎 錢在哪裡 拍手的人要付錢 好不好 好 不用不用不用 我們不要你幫人 叫錢 不要你叫他來 無款 什麼人要 喔 知道要被人家是拍手 好 我們正義聰 什麼人負擔 我沒有說 你們說 所以我跟他們說 我跟國中的集長說 做辦公室做金 中用負擔 贊 不是只有贊而已 我齁 我上禮拜都去找 所有的國館市 國中我都去找 集長都走一走 這一個月九萬耶 秘書長九萬耶 我說九萬很便宜 很便宜 住下來 要不要說得稍微 我跟他租住說 要不要說得稍微 我說這樣 八萬啦 我半年付你一次 這樣好不好 好 你怎麼好 你怎麼有家錯過了 本來齁 在那個星葉東路 三百二十八號 那一個新的 我們做地下室 一樓店民二樓 二樓做英港 和地下室也要做英港 因為我們做這個地方 要做什麼 英港而已 我們就是什麼 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國民黨的議員 說有那個公權力 我們沒有嘛 我們跟我們宣揚我們的理念 叫人說 你來辦事文獎 這樣而已 所以就要英港 英港了 我們現在英港的文獎 我們有二三十個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你一禮拜 幫我辦兩場跟三場的英港 我一禮拜 每一支我都去這次英港 我感覺說 我的英港好像有效 我去高雄一個英港說 哇 五十五個 登記 台中去英港登記 哇 三十八個 我沒想到說這次 哇 兩百五十幾個跳過 所以這次的台幅可能會比較壞 你可以完容嗎 對不對 好不好 但是 我也已經跟郵先生說 流動廁所 明天早上就會到 當然不是說你 便宿才等到明天才開始想 這麼多人 十八個 的洗澡 都在六樓 在那棟 原來的大樓的六樓 到七樓 洗澡 十八個 十八個 半途的 你家裡的房間洗就好 在你們自己的房間 我幫你補充 今年 憲主席 我才去來感動他們 家事都沒有創得好洗好洗 都沒有問題 現在就是吃 吃這麼多 所以我們現在看見 旁邊這裡 還創那些刀 在花圃 這個地方 用那些 差不多可以坐一百八十的人 那間原來的餐廳 可以坐一百個 如果這樣應該就主意 給我們大家 應該是 吃也沒問題 這洗澡 跟各位說 比較判斥 真的很判斥 你不要跟阿嬤 我跟郵先生說 郵先生說 幫你補 幫你補 補充 不是補充 幫你補充 一人送一顆 補充 補充 一顆一千塊到兩千塊 那是在東京 那些產品的展覽 當然現在還沒有蟲 但是到夏天以來 你就知道 那是很好用 我沒有跟你騙 那一隻補充 放著 你們家的蟲會不會 補充 路邊去看 一堆蟲 跟蟲心 所以呢 那個補充 很好用 我相信你 這個地方 你也知道 我們的一隻 空曠的 荒蕉野壞 沒空 這邊 就是 副業的補充 所以 那一天 巧克的 不是一天 巧克的時候 一攻 你自動 拿一下 我又說一次 你不能在 搬兩個 你說我的 鑑標的YD 不行 沒問題就放棄了 如果一個人可以找一個就好 這樣好不好 要誠實 你讀我答 哪兩個 我們視同貪汝 貪汝要怎樣 牆壁 所以不能貪汝 好 這是 各位講 我剛才講到那個辦公室 美國已經進行稱呼我們 叫做台灣大使 現在開始說什麼 先跟他講 他跟他講 我請問你 你知道台灣民政府嗎 那個國務院 裡面台灣事務協調會 如果中華民國那些人 要去是不可能的 我們呢 他是主動卡電 讓我們去跟他拜訪 我們就去拜訪 拜訪的時候 他就問說 你知道台灣民政府嗎 他跟你說什麼 不知道 林德先生說你不知道我就回去了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們有聽過 我也跟你說 美國國務院 是在耍詐 他如果跟你說我沒有聽過 他就怎樣 沒有責任 你聽到嗎 那是政治上 這些政治海 都在玩手段 跟博瑞光也一樣 博瑞光現在做在台協會的理事長 開記者會的時候 我們有的同志問說 你聽過台灣民政府嗎 他說沒有 我怎麼跟你說 完全說不行 為什麼 台灣民政府跟你告你不知道 你做什麼官員 所以 政治上 你要知道 政府機關 如果跟你說沒有 那就不一定說表示沒有 你不能相信 所以我們一個人說 林德先生說 你不知道 那我就不要談了 有有有 我聽過 我聽過 你可不可以把 你們台灣民政府的 大致上的經過情形 寫一個報告 給我們看一看 然後我們來決定 要怎麼談 林德先生 靠電話 我們的河軍就很打拼 他說來來我來寫 他給你寫法論 寫那個我說的那個法條 我稍等 法條不用給他看 他都知道 你要想想 我們台灣民政府 什麼時候設立 什麼時候告你美國 你美國怎麼判決 那就是 政治上的處理 所以你看 我想要這樣說這段給你聽 我要說這段給你聽的意思 是說 這政治上的處理 和國務員的台東有關 國務員是用政治處理 台灣民政府 你是什麼時候成立 你是根據什麼 他在給你科技 你現在告訴我法律什麼法律 沒有效 你寫的寫的寫就不會責任 所以 我跟何樂園說說 我跟他說一個重點 我寫 寫完 我鼓起這兩天 我們就正式送到美國國務院 同時要求談判 現在談判再來 要談什麼 跟國務院說 跟國防部說什麼 那是不一樣的 現在我們在做國威 我們現在最需要什麼 你說 旅行證件 是不是旅行證件 是會拿手 不是會拿手 我跟你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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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像國際班 你普通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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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在家 你不在家 跟國務院說旅行證件 零分 旅行證件不是法的 旅行證件是什麼人法的 我不是 在佈祖堂上 一個紅色的皮 那個皮什麼 你有沒有看到 琉球列島 美國 美國就是美國 不是美國 那是美國 美國不是 美國 美國就是美國的民政府 其實我們的名字叫做什麼 台灣民政府 以前還要加兩句 美國 台灣 民政府 才是我們真真正正的全名 這個 美國 台灣民政府 誰 當我們的老闆 USMG 美國軍事政府 所以我們要跟美國軍事政府的旅行證件 要找什麼人 找美國國防部 你找那個 國務院 靈魂 無效 如果找國務院 要做什麼 要做什麼 政治承認 我不用他承認 我們已經給你承認了 各位 我們現在美國國務院的要求很簡單 第一 重建基金 當然我們有開始在修擁重建基金了 我說這你不知道聽到嗎 聽不到就尊重好 補帶在你頂你都不知道 我們在黃色電郵報也去頂 我們在黃色電郵報也去頂 華色電郵報 我明天最好給你看 華色電郵報頂的於1月21號 就是歐巴馬就職以後的第二天 英國百萬分 全世界194個國家都有一份最少 全美國也都有 你看看 我們上海 中華民國的這個報紙 都點不點 你會感到嗎 你看 我們在聯合報 中國時報 那頭版 頭版 頭版 頭版的意思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你無論如何你一定看得到 補帶看得到 打開就有了 各位 定了喔 所有政論節目 有沒有反應 沒有 沒有 那不受到壓力 我才隨便你 這受到壓力 或者不受到壓力 都是很好 所以如果有人要你驚 你說聯合報跟中國時報有定 是不是詐騙集團 是不是不合法 其實中華民國來政府 已經替我們處理了 替我們證明了 要怎麼證明 我告訴你 你不聽嗎 不好意思 很簡單的啦 你有電話嗎 有電話請你拿手 有電話 手機啦 什麼機都沒關係 有電話 沒有電話 我告訴你 你把他卡165 反詐騙集團專線 有沒有 165打開 請問 台灣民政府是不是詐騙集團 不是 我幫你保證 你打過 好精采 好精采 來你來講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真的 我認為這一個真的很精采 而且值得告訴大家 我兒子 他比較高興 打氣問 他聽到一說 他問他 民政府是不是詐騙集團 對方說 詐騙集團 他嚇到就放下了 他就跟我講 我說 我不相信 我很相信民政府 然後我就隔天星期 我 當天晚上有什麼 我就打氣問了 喔 我就當作我是一個 一個 不知道這個地方 有人找我去 那我就跟他講說 我要請問你台灣民政喔 他一定馬上知道的感覺喔 然後我就說 朋友找我 要去上課 我想了解這個是 是什麼樣的團體 那是怎麼回事 他說 呃 沒有 我是說是不是大便機的 他說不是不是 我說有沒有合法 他說 沒有違法 還有喔 還有喔 那我就跟他講 我真的 對不起喔 我很殘忍喔 我就跟他講說 因為我 我 因為真的真的真的 大家去了解這件事 然後我就說 你們說沒有違法 那我很疑問耶 他們敢登報 也敢講說 美國的事情 還有暗號耶 這樣不是亂台灣了嗎 你為什麼不抓咧 因為你有告訴我們問啊 所以我敢啊 我就說 這麼說他就說 他就找一個說 沒有啦 他就沒有違法 我們就沒辦法了 喔 真是的 我說 你們當什麼 我真的很不客氣喔 我說你們當什麼 怎麼可以讓台灣亂下去咧 要抓 他說 他就說沒有辦法啦 沒有違法啦 這是我最免得星期一路那天吧 還是 沒有星期一那天晚上 大家可以問 但是大家聽到郭宇的人喔 我跟你們報告 他會吃你 他會說 那是違法 真的 報告 謝謝 我跟你們說喔 其實 只有過年 我們訂那個聯合報告 中國時報 他們裡面的人跟我說 夭壽 我們接千萬通耶 我跟你們說啊 因為內政部事實上 有一張公文 在我們的手頭 那公文在想什麼 他說台灣民政府不是非法的組織 這張公文有的人拿手 也有人有嘛 那有給我們啊 我有 你有 所以我跟你說喔 我有發現說 他們這個內政部 對你如果說那個 他如果聽起來像中國人 他就跟你說 他意思說你不要讓他騙你 但是他不敢說我是詐騙集團 中華民國已經跟你保證說 我們不是詐騙集團了 那你相互相信嘛 你肯定相信嘛 當然你們都來的 表示你有相信嘛 這樣是不是中華民國已經替我們背書 那你們拍手要 謝謝 謝謝 這不是說 沒東西說SAKURA 我們沒有SAKURA 沒有做價 沒有演雙簧 但是我跟各位說 我這樣說整包不一定你不一定相信 但是他這樣說一句我相信你會相信 你如果還不相信你回去自己打電話 就一塊嘛 165 很簡單 中華民國自己保證 165 免費的 免費的 我告訴你好 我時間很寶貴 我跟各位說的就是 今天 你自己本身對台灣政府 台灣民政府 如果沒有那個信心 我建議你不要來 當時我也跟你跟各位說 你在叫你的朋友說 你就要來參加受訓 你反對的 你就放棄它 我跟你說 我跟你保證 我會讓你 將來會非常非常有面子 當 這件的時候 我們有跟各位說過 我們要發行正台幣 正台幣 一塊我們要對美國贏 一塊的正台幣 一塊的美金 美金去我們去 美金落我們落 但是 因為1949年的6月15號 六月十五 中華民國 以印新台幣 用一塊 把我們的台幣 四萬塊給我們換去 我們所有台灣人的財產 都去清清清 拿到空空 所以這個時候 換我們這件的時候 我們就要這個錢 換到回來 那是很廣東的 正義 轉型正義 天公地道 我們要用 一塊的正台幣 要給他們換 四十萬的 新台幣 我不是跟你說笑 因為 1949年到驚立 這麼久了 五六十年裡面 二十年來算 差不多了 所以 驚立 你跟你說 不想相信我們 不想來上課 那都是他們的事 十九 我保證 一定要拜託 給你求 你有受過分 你有台灣公民身份證 你有台灣的身份證 你有台灣的身份證 你來替我換 因為十九 要換的時候 我的政策選保 你要證明 你是台灣人 我這要給你換 你若不是台灣人 是中華民國的人 不好意思 我用中國人的台幅 給你對待 我們在聯合報 和中華時報 當然自由時報也有 定得很清楚 你要證明你是台灣人 你沒辦法 你的台灣身份證 是我們的 你所提的是 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可以證明你是 中華民國的人 你可以證明你有負責 那本負責是 中華民國的負責 你用的台幣 尽管寫中華民國 甚至於你用的銅板 都寫中華民國 你沒有一個地方 可以證明你是台灣人 所以 在那個時候 今天 把你記住這些人 那時候 他們就會忽悔 如果說 我不知道 不好意思 所有的部署都有 所有的 南聯合部的討伐 中國時報的討伐 都有 你不可以告訴我 你不知道 北京聯合部 跟中國時報 是美國的意思 不是我的意思 因為我最快 如果去頂 我最快會去王媽 你是對一派 你是南軍還是列軍 各位 我們不是南軍 也不是綠軍 我們是 台灣軍 台灣絕對沒有分南綠 台灣像是台灣人跟中國人 一分而已 很簡單 所以不要說到那裡複雜 台灣就是台灣 中國就是中國 現在和中國 這三四年來 他也沒有跟你說 台灣是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已經沒有說了 怎麼說 因為 法律的東西 在全世界都怕得通 你如果沒有這個法律 全世界怕不通 你中華人民共和國 你如果在全世界要爬起來 要強大的時候 你如果沒有遵守國際法 這樣全世界會給你排斥 甚至你會滅亡 因此呢 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們那些人 頭腦也沒有在亂說 真的頭腦不好的 頭腦弓的人 是什麼 是我們本土台灣人 跟本土台灣人 會記得 三個塊點 愛錢 怕死 要做官 當然 我們在住國外 都一樣 有這三個塊點 這是世界上的 對不對 你如果說真的賣錢 我說一塊要換一塊的時候 你也開心 不然你如果四十萬換一塊 你到底賣的 都要錢 做官 四千的 都一定有官位 你拿的 後來的那張 我們的結業證書 就是你的公務人員 任用資格 終身可用 只有這四千個人 可以 任用台灣政府裡面的公務人員 阿伯來收 可以嗎 不行 阿伯有一個公務人員的 任用資格 只有這四千個人 是我們 革命先行者 各位 我沒有叫你做革命先例 我常說 和中華民國 你不要直接對抗 你如果跟中華民國直接對抗 倒楣的是你 因為他現實是有管轄權 有軍隊 有警察 你跟他直接對抗 直接衝突 那那個剛才開始做警察 幫你做一個抽烤 或是做什麼 你計算 當然 路邊你如果台灣身份證拿出來 是也許有用 在那裡說 他如果靠在那裡 讓他當時 那個長官 長官說 放了吧 因為我看到十幾個例 我們的當時 開車 很激烈 我上次就說幾個次 你不要 現在現實是不要掛什麼USMZ幾盒 很多 現在用幾百隻 我動就動不動 這麼厲害 出事 我不知道 今天那個高山的同志有來 不是剛剛他 靠近嗎 秘書長 我的車子在那個高速公路被警察攔下來 他要幫我冒手 我叫你不要跟中華民國直接對抗 我們將來要這個政權是向美國軍事政府討 不是要把中華民國拿 你幹嘛去招惹他 我已經被攔下來怎麼辦 你跟警察講一講 我就說OKOK 我嚇不為力 警察同志 警察同志 你要扣他的車之前 你是不是打個電話 問你的長官看看 很快 說要靠車 高山的同志說 我明天要上班怎麼辦 我也說到這裡 就交給他去處理 過十分鐘 我們的高山的同志 還在那裡發 秘書長 車子還給我了 我說你把那個經過情人跟我講 他打電話不曉得打給誰 打了以後他跟我說走啦走啦走啦 所有剛才的十幾個都這樣 但是我跟各位說 我再說一次 我沒有叫你們大家 去跟中華民國直接對抗 我們會贏的狗 中立我有聽到 我在後面有聽 會贏的狗不要拔到手機 我們是要做革命先行者 沒有要做革命先列 我沒有叫你拿刀拿錢去對抗 不要啦 你用去拔拔 他就倒了 這樣你賣痛 就一定會嫁頭 USMG 不要這樣啦 這點我還要向各位拜託啦 不要說越拜託 越開越多 各位不要這樣啦 我再說一次 現在有人跟我說 欸我不要交稅了可不可以我來抗稅 不要啦 當然啦 馬鈴Q是很不像我 現在喔 過年過公 過年時你把你蓋油 你能看他出來 他怎樣 他應該準備要走 他在你輕錢 你不要看 你看喔 後勤部 那個後勤司令部啊 取消 這代表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後勤 逐漸的時候 沒有部隊 沒有什麼 逐漸的時候 最重要的是什麼 後勤 後勤 後勤取消以後就是什麼 沒有部隊了啦 我給你部隊 絕對以後沒有部隊的啦 憲兵出銷 但是喔 這中華民國是 我覺得他那一套 憲兵一個出銷的 還沒有六個 哎 自己欺負一名 中宗 總統府的 那個做憲兵 穿憲兵的 他在那裡生氣啦 冒著生命危險啦 就說要出銷 再用憲兵的賭給你看 騙台灣人啊 你自己騙啊 意思說他不會取消 其實他已經要取消掉了 所以 台灣人不要副部隊 到今天為止 中華民國台湾應該也不分了 我們在這裡上課 我給各位說 就是到最後的一刻 中外民就抓完 我給各位說 你不用擔心 只抓我不會抓你 如果抓我 會記得美國就選擇台灣政府成立 回到台灣了 欸 欸 欸 你拍手是什麼意思 我給你拿去好了 當然啦 你的那個心我知道了 欸 你很奇怪 你跟他拍手都不拍手 不跟他拍就拼拼拍手 好啦 都沒關係 我知道了 你的心意就好了 喔 受到 但我跟你說實在 萬一那一天 你們千萬不要來看我 因為你們不要看我 你若別看我 他會越怕 但你不用擔心了 美國在我們後面 你想說他不要給我抓 我這麼年輕 還這麼說 欸 生日後不漂亮 他怎麼會不會跟他抓 就是怎樣 我的後面 對啦 我的後面有人嘛 我這個人是什麼 是美國人嘛 欸 我們沒有研究這個 建政法 萬國共法 然後去跟美國對抗 全世界沒有人這樣做的 因為我們做得好 所以有很多台灣人 過去又沉迷 跟今天又一樣 沉迷在民進黨的那個 中華民國的思維 它的體制裡面 我希望想想 我也不要跟他罵 但是他很可能 第一 1946年的1月12號 中華民國跟你選佈 從1945年12月25號 那天 所有的台灣人 集體規劃為 中華民國國籍 全世界沒有這種類 所以當時呢 三月 八月 美國跟英國三次白皮書抗議 到今天為止 他們不承認 台灣人的國籍變成 中華民國的國籍 他把你變成台灣的國籍 他去說 因為 1952年 4月28號 所簽的 中日就是日華條約 日華條約 第十條 他說因為 這個 這個 日本 暫時 從台灣人 四同 眼睛看 四同 中華民國國籍 但是 在這個條約裡面 他還有附帶一個說 如果 雙方要把 日華條約 取消的時候 提前一年 就可以 公司對方 你要就取消 1972年 日本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建交的時候 他就選佈說 日華條約取消 所以 一取消以後 我就要問日本 我 欸 你就要取消了 你本來 在不 不可以 將我台灣人 視同 中華民國國籍 沒有那個條約啊 現在你看 陳滿宏 馬營救 會御用 那是很難的 那個國國國 什麼國使館 什麼館長 那個 那個人 沒有特色 但是雖然是特朴書 但是 各位 他說是 日華條約 1952年的 四月二十八那個條約 所以 台灣人都變成中華民國 那完全一派服演 那種 黑白旗片 我們這個論述出來以後 將過去 所有對我們台灣的問題 都能徹底清清楚楚的解決 所以 我 有寫一批文章 叫做 台灣解答 這批開箱的箱 就是我現在已經發給你們各位的 所以這批呢 我要用託的 來 你們來打開台灣解答 那個 後面 那個 那個 有人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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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解答 來 那個 有不講義的嗎 都有 來 給台灣同 我跟各位說 這批一定會留作歷史紀錄 這批 稍微清 但你不要想過初期版的 你別來想這批 我們台灣政府官網 在國際同志的努力下 每一天上網的人數 已經突破三萬 講到這個實際 各位 你在台灣民政府官網 還沒有註冊的請舉手 你在官網還沒註冊 你還沒註冊 我跟各位說 你如果沒有註冊 你要老實承認 你等一下 下課的時候 你去櫃台 要定期 你的名字 我拿你註冊 我已經沒註冊了 不可以 等你兒子還是女 要跟你註冊 跟你註冊 跟你說幾個坊 你如果沒有要註冊 你沒有一百塊 這樣 你如果是高級班 我要幫你註冊 我註冊 一定要註冊 一定要註冊 我再說一次 因為後來的人事任命 都在官網公佈 你要來註冊 這是令人驚奇 而且高興的事情 感謝大家的努力 特別要共享的是 2013年的2月2號 台灣政府將會公佈 組織建構圖 這個組織建構圖 我們把它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是政治局 一個部分是事務局 在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剛才開卸村 我們的結構 要是日本天皇 主導下面的台灣民政府 所以我們這個政府不是 一般人已經是主權獨立國家的 政府的形態 各位你們要去看 所以是史上 台灣歷史上會被記住的日期 因為5年前的2008年 2月2號台灣民政府 正式向國際社會宣佈成立 所以這段你就知道 我們台灣民政府 是在2008年的2月1號 正式成立的 而且這個成立的是 按照 就今和平條約 戰爭法 萬國公法 來行立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以自衛權 什麼叫自衛權 因為照理來說 台灣民政府是要 美國軍事政府來給我們成立 但是我們那時候 已經去過關西 2008年2月2號的時候 美國的官司還沒有打贏 因為一直到2009年的4月7號 那個高院在判決 容辭2009年的8月6號 美國國務院放棄抗辯權 以後我們才贏 但那時候 我們就已經知道美國軍事 你特別說 我研究得太好了 他絕對要輸 因為我這樣也輸 所以我就先 因為我很怕 給他看 如果我 搶先在我們前面 成立台灣民政府 所以我在2008年2月2號 所以我在2008年2月2號 還沒選擇 我就跟他成立 成立以後 我向全世界 給190社的國家 布達 這個全世界有三個國家 給我們成立 第一就是日本 日本的外部姓 馬上給他一篇 給台灣民政府 所以日本很聰明 日本喔 他咬咬時 有很多人 他也都了解 這些建政和這些東西 3月13號 3月的下個月13號 到這個 這個 這個 15 16 17 這五天四夜 這個 日本那邊 的大學生 有 這個做21的人 要來我們這裡受訓 跟各位一樣 這受訓的時候 我們是說 我們要求國中 這個年輕人 不是說一定是年輕人 這個年輕人 你若廟是議員 沒關係 我們有翻譯 我要徵求40位 台灣人 台灣的孩子 和他們這二十個 九十個 因為這二十個 後面都是 要選議員 日本的議員 這四十個 我是變成我們台灣的精英 當然 我也是開始 在我們台灣民政府裡面 二十五歲到四十五歲 中間 這個學歷還不錯 有來受過幾半的 我有在京 差不多四百幾歲 我這裡名單也都有 這四百幾歲 我想說 要找時間 開始跟他們 培訓 培訓的事情 不用怕 這個培訓的錢 美國要負擔 這個負擔是負擔什麼 要找給你看 叫你負擔 你只負擔 用一些時間來 你沒辦法負擔 所以 當然我現在 通知醫院 在網路上 我們會公佈 所以我要求 你都一定要 在網路上去註冊 你沒見到 沒有被挑選的 不是說你不好 你也是很好 但名額有限 我們要普遍的 為所有的州裡面 來捐人出來 這部分要創什麼 這部分一百二十的人 要創在政治局裡面 我希望政治局裡面 用一些年輕的 年輕的 有一點語文能力的 來培用它 讓這些人拼起來 因為 外面你跟我們笑 國民黨還是民進黨笑 你台灣民眾沒有人 當然沒有人 因為我們的地名度不夠 但是 我們地名不夠 我們把這支 250個 這個地名度 不必 我們這裡都聰明 那邊都退 所以我們是精英 他們不是精英 對不對 所以我心裡 台灣民政府的 國安參謀聯席會議的 執行長 我馬上跳躍 萬國國華所衍生的 佔領不移轉主權的原則 來 激起 建國 還是獨立建國 還是自治建國 這樣的時候 會讓我們台灣陷入 萬劫不復的窘境 就是說美國的統帥 美國總統 也會被美國國會 予以彈劾 因為 台灣無論為建後 以後的現實面 還是建政法裡面 日本天皇 仍然擁有主權的情況 台灣無獨立建國 還是自治建國的空間 所以各位 你看看 我們後期開始 因為我沒有注意 我們這個名字會改變 法律自治行為 這個自治兩次要拿到 為什麼自治拿到 因為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要效忠天皇 我們只有效忠天皇 我們才不會列入 陷入政治戀獄裡面 你如果把天皇拿掉 我們台灣馬上陷入政治戀獄裡面 但是日本天皇 如金山河平第一條的米 已經他的管理叫做suspend 叫做懸掛起來 他不能直接把你管 但是他有主意 按照台灣總督府的官制裡面 可以派總督 這點很厲害 所以台湾的問題 非常非常複雜 這個複雜裡面 現在和美國也在討論 所以美國經常和我們討論 我可以故意 敬佩說 美國的地区 國防部的地区 和我們實在是都直接在聯繫 而且聯繫都會先問 Roger你的意見怎麼樣 我雖然說這樣 我就要討論很多車 我就要討論 按照什麼東西來 給他們 所以雖然是這樣 我可以跟各位說 我們台灣民政府 在全世界建政院裡面 我告訴你 我們真的是 站在領頭羊的地位 所以我是希望 現在日本人要叫人上課 他們日本人怎麼跟我說 他們說過去 我們日本去通地台灣 我們現在給你們通地了 當然啦 他們現在每一國都會派20個少年來這裡上課 因為日本 主張煎熬 他們已經沒有彈量 彈都破掉 原子彈和彈都被它震破 所以 他們要來受勤 所以我覺得我們很值得 因為不簡單 有一天 台灣就在全世界 現在有一個國家叫我開啟戰爭法 後來有很多國家 說獨立的 你跟台灣來研究 我送你什麼 我台灣的問題還沒開啟 你送我什麼東西幹嘛 所以各位 我們大家 我沒有跟你們說 你們就要 不叫你抓刀抓青 我只叫你送什麼 那支嘴 比較厚的 比較厚的就好 你跟他們說 如果不要相信沒關係 你不要勉強 不要勉強他 說勉強說完結 那天又 前面以前 差不多九年 有一個董事跟我說 我跟他說 他不要相信 他說 你吃火 他整個NN倒 他說他腿 受傷 要他告 我說 我不是跟你說嗎 他不相信 你就不要插他就好了 後來 那個錢要換的 所以他相信你了 他就跟你整個 拜託啦 腿換啦 那就改過來 不是 那時候你就很有面子啦 到那個時候 但是我還跟你說 你不能討論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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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是很要緊 我不是開玩笑 但是你現在 現時 頭前四千萬 到四十一萬萬 一萬的公民生分證 的時候 我可以跟各位說 我高級啦 不用到四十一萬 我預測 我每一次 預測都對 十萬人就好了 美國不動 馬營機 現在速度這麼快 以外就動 你又動 你又動 臺灣的錢 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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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但是 美國也有做一項 澎湃南有 澎湃南 中央銀行的總裁有 今天宣佈四十 明天還在九十 你有看到嗎 有沒有 為什麼 沒有 沒有看到 美國反對 你澎湃南 你現在對外匯 所有的東西 他都了如指掌 你如果要把我換掉 你美國說 你台灣是不是 對那個錢 想要給我拿去 所以他說 不可以給我換 各位 我就經常開 上課給各位說 喔 中國人一直來 馬營機 馬營機一直在拿這些錢 我只給你問一句話 中國人來台灣買東西 你看到說 以前台灣做一間飯店 搬去北京 有沒有 沒有 沒有嘛 沒有嘛 再來買 再來買 台灣民主 改版 你就改版了 你看 那時候 日本很糟糕 糟糕的時候 日本人四個去買 去美國買 和那個什麼 那個帝國大廈就買去 那現在帝國差什麼 美國的 為什麼 改變法律 改變法律 美國又收回來 我們台灣民主 也可以算這套 美國也要算 我也要算 所以我給他 歡迎 因為中國人 你看我們的網路 我歡迎中華人民共和國 到台灣來買 買所有的產業 再來買 你買越多越好 買買他就知道了 改變法律就變我們了 現在錢給你贏了 怎麼沒關係 所以你要看外匯存在 有減嗎 沒有減 這表示什麼 那些錢要再到 所以澎湯的人 美國不需要讓他換 因為我也跟美國說 那個外匯員 我們是不是要派一個人 去美國來監看 他說不用啦 我們會幫你看 我們的速度 要快一點就好了 不過我今天非常感謝各位 包括第一九十年 這些東西 這麼多人來 這樣速度會很快 我幫你補正 一四千名 你做一四人的歌 做到你不在做為止 這樣好不好 我說的話 有錄影存證 做到外匯的意思 不管你幾歲 你如果我就換一百歲 做到一百歲 好嗎 好 真的假的 來齁 六十八年來 中國殖民統治 佔領台灣 以錯誤的歷史 顛倒的歷史 教育台灣人 已經讓台灣人從來沒有 而且嚴重缺乏國際法理觀念 並未從二二八事件獲得啟發 到今天仍然缺乏 應切實遵循國際法理之概念 與覺悟 各位 頭抬起來 我要說一個話 就是 現在一點 你們看有沒有 二二八的時候 1947年 1947年 那時候 台灣跟中華民國的關係 是什麼 我們不是中國人 那時候 中華民國 那時候 台灣那時候 是 交戰國之間的佔領 再說一次 交戰國之間的佔領 因為那時候和平條約還沒簽 和平條約一直到 1951年9月8號簽 1952年的4月28號簽 所以1952年4月28號簽 就是交戰國的佔領 交戰國的佔領 聽清楚喔 佔領子的意志就是命令 你連請願都不行 你如果請願 他就把你當作叛亂 所以你看 五三組 有一個很優秀的青年 叫做高一森 哇 中國 他認為中國人 中國人跟你騙說 你台灣人是中國人 三民主義 到台灣來實施 這樣我們高砂族可以自治 他就開始鼓吹自治 鼓吹高砂族的人來自治 叫做這個人 叫做用叛國 判死刑 槍斃喔 如果今天 我們的高砂同胞 不是我們用一個高砂族 現在是叫做高砂族自治 本來是高砂族自治 自治委員會嘛 現在該做高砂族事務委員會 為什麼 各位 中華民國會給你庇民喔 所以我經常跟你說 在這個時候 我們跟中華民國 极端 不要發生衝突 法理 我們已經站在這裡很穩很穩 他絕對沒有你的法度 你看看165的專線 他的回答就是 模擬兩可 他沒有道理 因為我們是 法理的頂端 法理的上面 他中華民國 絕對 不能跟你怎麼 也不敢跟你怎麼 中國共產黨 和我們台灣人 其實跟我們台灣人中間 沒有仇恨 跟我們有仇恨的 是中國國民黨 台台灣人還是 中國國民黨 但是你現在你走共產黨 你恨共產黨 你是被國民黨給你誤導 萬惡的共會 甚至有的人說 去中國訪問的時候 共會 共會 跟他叫共會 不怪他要跟你抓 你認識他 共產黨跟你有什麼關係 所以你看 我告訴我們 我們尊重這個 建政委員 台西在國開始 當時 中國人 會鋪紅地毯 跟台灣人來抓 就是鋪紅地毯 在演變說 習近平2009年的12月15號 去日本天龍的面前 跟他說 我 現在中國稍微有錢了 是不是可以把台灣 從你的手上買回來 日本天龍跟他說 我日本皇家 從來沒有賣過東西 所以 可見 中國已經知道 台灣的地位 但是 不知道台灣的地位 是我們台灣人 有人說 你民政務是不是說 這樣 要將台灣來交給日本天龍 No 不對 我們不是要交給日本天龍 也不是要叫我們去做日本 日本人 不是 我們是要等於 大日本帝國 日本天皇的底下 拿到 可以自己 關自己 跟日本 現在日本政府 叫做 comment wars 這個comment wars 是什麼 我們有共同的 一個象徵的 一個領導人 日本天龍 但是 我們台灣 或是 變成一個國家 一個主題 完全主題的國家 所以這有比較親 所以有時候 我就怕 外面的人 把我拼一拼 所以 我在後面 台灣解答 我有拼 這件 他拼的東西 你不要說 把我拼一拼 我就想 學別 所以 我常說 會 串改 一隻半截人 會串改 因此 我拼一拼 之後 才拼 台灣解答 就是 要讓我們台灣人 多拼幾次 我相信 你在網路上 有看台灣解答 看台灣解答 看一拼的人 會串 看一拼 看兩拼 會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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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這樣 都沒來 我告訴你 我自己 你如果 最過程 你最早 如果 三拼以上 你看不 沒有啦 我真的很有自信 我告訴你 因為你本來 就沒有法理的基礎 所以我希望 各位 日本 你們拿回去 台灣解答 這批 一定要 多看 好幾遍 看看 你在網上 來問 我給你回答 所以 美國 在送我們 那兩拼 那兩拼 怎麼沒拿出來 不記得掛的 就是 日暑美戰 那兩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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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8號 去美國 辦集會的時候 美國的東京 拿這兩拼給我們 他 我沒去 他 我腳毛不可以去 不是真的腳毛 我那天 在開完 我腳毛 說什麼 高雄酒 當時很好 用種的 因為很多人 拿去 秘書長 我有秘方 什麼秘方 你不是說腳毛 我不是 我的腳毛 是形容說 我沒有護照 不是說真的腳毛 我沒有護照 為什麼沒有護照 我不是中國美國的人 所以我不會先護照 我們在這個四季酒店 有辦這個集會 那陣子 拿這兩拼 相片 交給那陣子代表我 的人 叫他拿回來 他說 給你秘書長看就知道 我一看 剛才跟我 要辦集會 那陣子下來 一樣 我說 啊 如果你說 台灣這個土地 是要在那個 日本皇宮裡面 那個土裡面 大的人 那個人是什麼 日本天皇 因為我們所有的 口本裡面 馬關條約 都說什麼 清條 將台灣 割讓給日本 因為日本天皇 跟日本政府 跟日本 是不一樣的 有一個地方 可以證明 1945年9月2號 當日本派 日本帝國的外交官 外交大臣 崇光奎簽約的時候 那個崇光奎的title 額簽是誰 什麼 什麼 Empereor of Japan and the government of Japanese 是崇光奎代表日本天皇 和日本政府 那標示什麼 日本天皇 是日本天皇 日本政府 是日本天皇 所以馬關條約 台灣 不是交互 日本政府 是交互 日本天皇 所以 1952年 4月28號 生效的 舊金丹和平條約 這就是我們和平條約 裡面 第一條到 二十七條裡面 對日本天皇 沒有處分 沒有處分 就是說 原來你 有的東西 照相有 原來日本天皇 有的東西 台灣 尖閣群島 琉球 要過去的 所以 大日本帝國 還有 現在很主要 日本的四個島 北海島 本州 丘國 九州和四國 所以 岳下獨島 再來 琉球 天閣群島 台灣 澎湖 和新南群島 大一個問題 就是整個 但是因為 建政的時候 波子蘭宣言說 建政以後 只要讓日本 擁有這四個島 其他的 都是分別占領 北方速度 蘇聯占而已 這個蘇聯占 日本跟他討論 現在的日本政府 跟他討論 日本政府 蘇聯要給他回答 這個不是你的 日本政府 沒人知道 聽到 吵吵吵 明明是我的 怎麼說不是我的 其實那些什麼人 日本天皇 所以土耳民 日本來上課後才知道 日本天皇 跟日本政府 哪有關係 沒有關係 所以 蘇聯那天的 政報 的記者 也有派兩個來 跟我說過 四年前 三年前 四年前 我把這圖 跟他講完 他們嚇到 跟他拜託 Roger 你不要跟日本 說 我講 你講得太慢了 我已經跟他講了 所以他回去 你要 他去開花 跟日本建議 說 北方四島 我還你一半 四顆島嶼 還給日本兩個 自己保留兩個 我跟日本說 不要同意 同樣的 這個蘇聯的 政報的記者 回去 他跟中國說 有一個蝦子島 你們不要聽 蝦子島是差不多 這個地方很大 蝦子島 他有台灣的一半 他跟中國說 我還你一半 這樣好不好 江澤民 豹子島 他說他是民主英雄 他把他統議 人家漸掉 現在要向我一半 我是民主英雄 豹子島 豹子島 漸掉不能以尊主權 國際法 說得這麼清楚 你不要看 漸掉那麼久 你就要向你 現在 他牽下去 四了 加斯島剩一半 你說他是民主英雄 這個人不讀書 真的假的 我沒有你騙 我跟一本堂 不可以答應 你看加薩走廊 以色列他贊名 贊名三百八年以後 離開 贊名不得已轉垂直 六日戰爭的時候 以色列他贊名 贊名就囤懇 那也不行 國際法律說不行 你現在要怎麼 要離開 一樣的事情 台灣也是一樣 台灣的問題 你中華民國來 占了台灣 不是你占久 就離開 你占國更久 台灣人 如果開始知道的時候 你就要離開了 你台灣離開 你跟美國去占伊拉克 伊拉克有一些人 就說弄弄 革命 啊 叫那個遊擊隊 笨 真正有說 這麼這麼 如果要離開 當地已經 社會已經 非常的安全 平定的時候 佔領者 就要離開了 台灣今天 社會非常平平穩啊 安全啊 台灣民進府 按照國際法 你給人民啊 你給我們這裡的人 教育啊 你要離開啊 所以我相信 我們還有那個官司 我跟你說 那個官司啊 台灣民進府 在世界上 在台灣的歷史上 會非常有名 就是因為我們那個官司 因為這個官司 讓他中華民國 在台灣要就地合法 已經不可能 本來 李登輝也是這樣 李登輝當年 李登輝 你說奇怪 我才知道那麼多 因為有很多的秘密檔案 我都看到 所以我不是很厲害 特別說 如果美國沒有提供這些秘密檔案 我相信我們台灣人 到今天 要還在政治戀儀裡面 當然最剛才開始是 發言以後 夠了之後 我也算很好的 沒錢就夠了 我就扣勢說 台灣人會到三天 沒錢 一個人 一千塊五百塊 尤其海外 所以我們劉醫師海外回來 我們特別尊敬 因為我們去美國的時候 是真的吃海外的動錢 我也買他們 我沒錢 我沒錢買的 他們也這樣 我沒錢收錢 我用那個 律師的帳號公布 大家五百一千塊 這樣總共六十萬 你要想看 美金 咧 我們之後 到今天 才有我們台灣民主的成立 說起來 這些帳號 是值得可嗣 可歌啦 沒有那個可嗣啦 可歌啦 所以咧 我經常也告訴你 我們是 我們台灣人 台狗 過去是 因為過去 國民黨是統治嘛 海外的台狗在領導台灣人 今天正在領導台灣 換我們台灣來頂導海外的台狗 這樣對不對 所以咧 我們非常感謝 在海外堂回來 這台狗 在海外堂回來的台狗 唯一 卡那打 美國 紐西蘭 澳洲 歐洲 堂回來 收粉 他們要做歌啦 但是這也沒有 是 給我們這個四千月 人名的 這福音 感謝這點 說 大家有共同的心 因為我常常跟你說 台灣民進府向我們所有的台灣人 沒有要求說無款 你都不用無款給我 因為現在不用無款 因為我們有一個債族 這個債族要給我們負擔 我們夠贏 我沒有夠輸 他看不見 很多台灣人包括 這個法律看不見 美國的系統 不是說駁回 reject駁回 另外的意思是說 現在暫時停止審判 等到將來再來審 將來是什麼時候 就是我美國朋友跟你說的 三個條件 第一 218的名字都要送來 第二 4000年後 3的41萬人來審刑 這審刑是審刑 為什麼規定41萬 我最好有說幾次 但是你國際版外國說一次 2300萬的台灣人裡面 其中流亡在台灣的中國人 有300萬 所以存2000萬 這2000萬的裡面 有一半 因為說我是台灣人 也是中國人 靠掉 那美國欺負我們靠的 如果要跟他玩裡面 很累了 所以他靠掉要存1000萬 1000萬的裡面 這四年來 選舉的時候 投票率在67% 670萬 670萬裡面 美國又靠掉說 未成年的 不能投票的 靠掉一半 算335萬 335萬裡面 聯合國 讓蘭斯丹獨立的時候 他規定說 公投要12.25% 就可以了 如果要330幾萬 乘上12.25% 都要41萬 怕這條 那時候 我說 公投 身份證 是怎麼 說41萬 我們原來 從幾年開始 剛開始的時候 一年來 這麼多人來申請 你知道嗎 你又賠到 這樣 一千個啦 一千個 你也太過分了 一千個啦 一千個啦 一年都一千個啦 第二年喔 發圖威門進 我們現在已經 六千幾個了 現在憲主理 還在心情 我看 已經八千了 馬上就一萬了 如果兩萬的時候就快了 兩萬變過 四萬 四萬變過 八萬八萬 九萬十六萬 就快了 所以我說 我們執政是 指日可待 絕對沒有問題 你也不用擔憂 現在 國民黨 只要跟你們 牛後腳啦 現在牛後腳 最嚴重的是 獨派 獨派說 我們拼了 四五十年了 你這裡幾年而已 你疲到我的頭角上 我不是要疲你的頭角上 你嚇不到房間 你嚇不到房間 你只要在亂鬧 你走錯房間 為什麼美國不跟你談判 他們也常在跟我們問 為什麼美國都不跟我們談判 當然不跟你談判啊 你的論述不對啊 你的論述不對 美國跟你坐下來 先辯論 但是都不用做了 美國和我們現在要辯論就不用了 就固定了 所以我才跟何瑞元說 現在美國要談判 你都不用跟他說 法論我們都不用說 你跟他說 台灣民主委都是成立 但是他跟他說 結論怎麼 啪啪啪啪就好了 三四年就改判了 他就要乖乖來跟你談判了 簡單啊 就這麼簡單啊 想要叫你 林德星先生跟你說 台灣大使 金府通怎麼不叫台灣大使 吳釗憲怎麼不叫台灣大使 你中華美國是流氓政府 有啊 是米給你規定說 美國的官員不可以 是米ROC的辦公室 美國規定 美國官員也不可以 跟ROC的官員見面 有嗎 有啊 有規定啊 怎麼會叫我們來 來辦公室 很好笑耶 這是什麼 我們走對房間啊 你看看這差多少呢 你走錯房間跟走對房間喔 是兩碼之事耶 所以 您在這個時候的收分 我跟您講 很簡單 就是收分的結論就是 中華民國跟台灣要跳開 你就看他要看 第二 我們是台灣人 我們跟中國也無關 雖然中國不跟你抬 不跟你怎麼樣 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們有我們的尊嚴 我們見證失敗 我們的志氣仍然存在 在您不得移轉我們的主權 這國際法來的有啊 那流行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 你一定會犯了最大的毛病 最大的錯誤在哪裡 他要跟他廢神 他要將性格廢掉 就是要讓中華民國就地合法 美國說NO 你如果台灣省政府給他廢掉 這樣台灣民政府就不起來了 台灣政府就不起來了 所以他今天為止 他現在叫做台灣動審 動審是意思是什麼 要是一堆的諮詢委員 一九個 一個人一國會還要領五萬 再來你看 中興新春到今天還在 裡面的建築物都在 為什麼 你廟看嗎 等我們啊 當美國如果選擇台灣民政府 台灣政府在華盛頓地協辦公室 刷回來 我們這些訓練的人 咬下去 中興春上班 有什麼困難 不免結名啦 不要緊急 在新一間月 也要請上飛機 五分鐘改冠 這不是我說的 這誰說的 Steven Young 楊書弟 他現在是做 在香港 美國的領事館的領事 我也很疼 其實我還有很多事情 我不能公開來講 但是我可以給他保證一件事情 台灣民政府 台灣政府 已經向我們的目標 已經走得很近很近 所以你們五分鐘會贏的東西 要贏贏的事情 要贏贏的事情 要贏的事情 我沒有叫你官司 我沒有叫你結名 我只叫你說 來合作 合作什麼 劉思雲前來 現主席我來請問你們 你都高級班的 第一次我現在看不到 但是後來我來看六央大 所以第一次 也要抓手 你們現主席有介紹五位以上的人 會身分前的抓手 五位以上的 十位 還沒問了 十位抓手 十位 十個 十五位以上的抓手 二十位抓手 三十位抓手 沒有了啦 還有三十位 真的假的 各位 那如果最新的速度 我們要當時才這張 這兩百五十個 那看看平均 啊憲主席 在那裡自己 你自己要不申請的抓手 你自己還沒有的 還沒有啊 你很偉大耶 还没有下 有申请的就算了 我给各位说 先由你来做去好吗 林主这样亲亲差太家众 这样选不着十个人 我我相信 家里面没有十个家族的人 兄弟手我看 有啦 以前有的啦 你比如中国来的啦 都有啦 你没法多久十个 现在四千人 我是可以放心了 因为总之我们速度下来 快了啦 我不用烦恼 我现在烦恼四十一万 四十一万就现在开始要给各位 所以我们现在国中的酒办公室 两礼拜里面会开始 都会在烟港 好 你没法多久 我给你教你一个方法 你的酒的办公室在烟港的时候 叫你的朋友来总可以吗 晚上七点到九点 那有一个烟港 免钱的来听说 给你朋友说叫他去听嘛 这样不可以吗 去听不就会把你捏吧 去听好吗 可以吗 可以吗 可以 拿手 老婆 拜託听我先跟你说 老婆都会拜託听 拜託 各位 共同来换倒啦 不要说我一个人在说啦 我就走到要死 我不是这样全台湾在走 我就要暗时删文章 要删两三点 每一天五点就还让美国 不要紧 我再说一次 他如果没有 算了 另外找人 四十一万是很简单的事情啊 不是这样 是不是 四十一万简单吗 简单 简单去拍手 你怎么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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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取得资格 是没有错啦 终身的 台湾政府的公务人员 但是呢 你去看 你怎么不走 你怎么不走 拔的人 我不能跟你靠心了 不过呢 那种的植物降低 你看 好吗 好吗 你不敢说而已 我都不敢说 大家都不敢说而已 好吗 好吗 好 是有什么人说 如果没办法听 我告诉你 快点 我的时间要差不多了 美国军事政府的体制 这一场 一方面 虽渴望脱离政治恋域 但是另外一方面 无视于唯一可能的 逃生门感情用事 宁可令 令辟门道 挑选捷径 但是终将不得其门而出 台湾人只好继续 淪于政治恋域 这就说那些独牌了 方法要走到 对 美国军事政府 体制内的台湾政府 目前还未达到 主张台湾自治建国的立场 跟正当性 只能根据国际法理诉求 我们现在法理诉求是 让台湾地位 正常化 建于台湾民意在国际上 并没有被重视 一方面 台湾人对台湾地位的见解 各吹各号 不但毫无共识 还扯后腿 根本无法期待台湾民意的力量 能让台湾脱离政治殿域 日本首相佐藤荣作 是已建立在日本人渴望 流求回归日本的民意基础上 和美国总统尼克森协调 冲审返 同时 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 日本民意绝对是不可缺 但是 对于支持台湾独立的日本民意 我们敬谢不明 各位 现在日本人很多 都被那些独牌騙去 他们说 我们赞成台湾独立 我们都入市 所以我们现在受分 我跟你说 你们千万不要赞成台湾独立 你们应该 我不是说你们 日本人 那些日本人 要拜托说 你们应该说 我们日本人民渴望台湾回归日本天皇 这些是目标 回归日本天皇 不是说变成日本天皇的土地 回归日本天皇 是从天皇 变成台湾的精神领袖 很简单 台湾人做不到 到现在还搞不清楚 因为我们他的课本 我们他的教育 将我们疑虑 搞得迷迷迷迷迷 第一次跟你说 你是台湾人 还是中国人 就死了 再来 明明的剑书 跟你说剑而已 有光复 打败仗 竟然有光复节 全世界上没有这种 明明二次世界大战 美国来轰炸台湾 美国是台湾人的敌人 美国跟中华民国是同盟国 所以中华民国也是台湾的敌人 这么清楚 你今天找中华民国 没有我 卡在头上 说我是中国人 你看看很简单 就好 日本的建国神社 有三万九千一百名 台湾英零 中华民国的中华池 上面的台湾人 不到一百名 我问你 台湾人到底是什么人 你看就知道 你看看不见 中华民国的中华池 没有台湾人 日本的建国神社 有三万九千一百名 你只看这个 你的逻辑 你自己想 不对了 我们是日本人 不然有人给你奉猜 要做什么 简单吗 很简单 有很多的法理 很多的论述 你一听 你就知道 到底 所以 现主席 我们的论述是什么 我有一次 跟十二的大学 那些博士生 跟我一起做一些讨论 我问他 第十世纪之前 台湾建业建树 我跟你说 一半以上 好像没有打 没钱 谁轟炸台湾 日本很大千 他说日本 我问你不准你们老婆 还是你们阿公阿嬷 跟你说 你走米日后 放风车有没有 米日后是谁 美国的啊 美国是我们台湾人的敌人 所以中华民国 也是台湾人的敌人 中华民国来台湾 是代替美国来 軍事占领台湾而已 这样你不得一人主权 我问你 台湾什么时候 交给中华民国 没有 他现在建国说什么 开罗宣言 宣言是decoration 是一种的主党 不是treaty 不是条约 不是条约 所以你有签议 没签议 都无所谓了 主要是谈条约 条约才是法律 Decoration 宣言不是法律 是主党啦 你想看 看中华民国 中华人看罗公道 美国跟英国说 你如果来帮忙 建政以后 我就用台湾来交给你 台湾那时候 不是美国的 不是英国的 要交给你 我常常用一个例子来说 我跟你 我跟我们总理 我跟总理说 我待会儿去买一张大热套 名字来买一张大热套 那些大热套 如果丢到我分给你一半 这是一种的情形 第一种情形 我落在那裡 有一张大热套 拿出来 我在总理的面前 总理啊 名字如果丢到我分给你一半 再说一次 我落在那里没有热套 我跟总理说 我待会儿去买一张大热套 名字来丢到我分给你一半 跟第二种就是 我为了落在那里拿出来 一张热套在这里 这张如果丢到我 名字来分给你一半 各位 在法律上 哪一个有效 哪一个没有效 或者两个都有效 或者两个都无效 来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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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种 我待会儿去买 那个有效的请举手 一定要丢一变手啊 你不要再看老人 第一种 我待会儿去买 那种有效的请举手 如果丢到 我会分一半 第二种 我手拿出来 这张 如果丢到 不用再分给你一半 这种有效的请举手 不错 最后一次就都没了 还有很多都没 可能我最后都没跟你说 各位 那是表现什么 这张热套在我的生活上 这就有效证券 但是呢 我如果跟你说 我去过去买 那张又不是有效证券 那张不是属于我 我跟你说 要分一半 那没效 那骗你了 你听到吗 台湾也是同样 台湾在那时候 台湾这个土地 不是在美国的 也不是英国的 你怎么能够说 建政要不要来行 给你 刮给你 再来说 占领不得移转主权 他叫四五年四月缺一 日本天皇宣布 日本的明治宪法在台湾实施 让台湾人有参政权和参战权 这个是很厉害的一个国际法的常识 跟他的国际法的一种主张 因为万国公法 他讲得很清楚 自从他宣布万国公法 憲法以后 这个土地变成日本天皇的土地 当然啦 开罗宣言是1944年 43年了 他是1945年了 是后边的问题 所以他之前的宣布就没效了 所以1945年4月1号 我告诉你 日本帝国时 有很多国际法 设计得很好的专家 如果台湾 国际法都没有办法 很简单 其实这个东西很简单 你也用心去讨论 马上就清楚了 可惜 这么多国际法 我不得明批评 但是过去 很多四五月五六月 有关台湾地位 那些都扶受八道 那里面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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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听声就疲了 我都说过了 你都爱拍手都不拍手 不拍手 都拍了 我哪里面在 你都拍手 你知不知道 好啦 好啦 再來 左城隆座是建立在日本人民 渴望流球回归日本 所以我們現在 叫日本人來上課 就是要開始建立 宣洞那些日本人 開始渴望 台灣回歸日本天皇 這樣我們就會 有台灣地位的正常化 台灣民政府要有所作為 就應該積極運作 日台共同聯盟 爭取支持天皇陛下 恢復皇权的日本人支持 2012年13年2月11號 是皇季2673年的日本建國紀念日 台灣人民呼籲啟動日本再建工程 台灣總督府從1895年6月17號 在台灣使政到1945年10月25號 向盟軍蔣介石元帥指派前移投降期間 自1937年4月1號起 正式開始皇民化以後 1940年2月11號 皇季2600年建國紀念日 針對本島人頒布 台灣戶口規則修改規定 台民改日本姓名的辦法 講到這個地方 跳來 台灣在1945年4月1號 被編入日本之前 由於台灣總督是日本天皇親自委任 為有行政司法立法全能的全權代表 在台灣總督府官制架構內 對台灣行使管轄權 從而衍生對台灣人及高沙族的台灣住民的日本國籍 當時日本政府管轄範圍並不及於台灣 因此台灣住民取得日本國籍和日本政府無關 各位請你把我拿出來 你給我看這個你就知道 日本政府 你如果有人去日本 現主席的日本去請日本國籍 沒有 不對 我們的日本國籍是日本天皇 人民總督 總督去求人 因為我們才有日本的國籍 所以跟今天的日本政府無關 所以他不能管 那就是因為 古金山河平調的第二項 日本 Renunces 放棄台灣的主權權力 管轄權 他放棄 他是怕日本的政府 進行日本天皇的命令 要來關台灣 是這樣而已 以前譬如說日本天皇來放棄台灣 這很簡單的事情 所以你看看 台灣自從這個部分 因此日法台北合約升下 而喪失日本國籍 那是因為日台 日本跟台灣的日法條約 讓我們的國籍減失 減失 因為他的管轄方便 減失從我們的國籍 日本帝國的國籍去出銷 所以 美國破壞說台灣人沒有國籍 不是沒有國籍 叫它suspend 叫它吊起來 懸掛起來 我們不是沒有國籍 而是叫它吊起來 我們現在要情緒什麼 要放下去 要放下去 日本天皇要在下面 所以日本天皇 他如果是我們 我們就馬上有日本的國籍 但是這個日本的國籍 和今天日本政府的日本的國籍 是不一樣 怎麼會吊起來 很難 但是沒關係 你們就叫 我們民政府所做的工作 一步一步去做 那就對了 那時候台灣地位能夠正常化 一切開關了 包括中國 我可以跟各位說 我們的法連 我們已經下這個論順了 可以跟各位保證 百分之一百 百分之一百 不是九十九 百分之一百 中華人民共和國 絕對 不可能來拿台灣 就是住在台灣裡面 台灣人想要亂 是要將自己來告 中華人民共和國 美國也不會同意 日本也不會同意 日本天皇更不會同意 現在是靠什麼 靠我們 靠我們這個組織 我們這個組織 美國才要幫你保護 美國也很怕我們 所以美國跟我說 叫我一定要換那個國安 萬人是誰 他說你變成台灣政府 你怕他去 怕他去共產黨 我告訴你放心 共產黨和我們台灣人沒有仇 但是跟我有仇 我的財政都給他 他不是說 他現在不敢給我摸索 他講代管 他來那裡 代管 他說可以啊 你來回來台灣 回來中國 我就行李了 所以我在那外校都沒有改名 我老頭就說了 他說沒有發錢 你發錢 我不會比較好 你沒有發錢 我也不會很散 我也飯好吃 但是 你用那四間校 跟我們換一個台灣 不錯耶 各位對不對 那四間校我要賣給你 我先跟你說 不會啦 我不會 我不是一個看錢很重的人 因為過去行李做很大 坦白說我真的行李做很大 所以這些錢我都看過了 我不會喜歡錢 所以 我們總理也不喜歡錢 議長也不喜歡錢 總理他們太太也了不起 議長的太太也很了不起 所以我們找這兩個人都很好 我們眾議員的議長 潘良華 哪個三個太太太 我說很了不起 我怎麼說 我們在那裡上課 他們都貸自己的錢 潘良華跟那個議長 他住在哪裡 住在台南跟屏東 屏東來過一座坐高鐵在哪裡 不是三千耶 三千才有夠 要坐既然車嗎 各位 他只有一座來過四千塊走不去 什麼人要給他 他們太太要給他了 了不起耶 上課 我們都沒有正點費 你看我們現在贏的那些DM 那些DM都是用我們這些錢去贏的 所以 我是希望說 我們在第三天的時候 那些DM 你要拿拿回家 去噴給你所有的朋友 但你不能把我弄費 每一份的DM 都是我們的饅頭錢 我是說實在的耶 所以呢 我們的總理也好 我們的議長也好 我們的總議員議長也好 當然不是只有這樣而已 我們現在很主持這些行為 都非常了不起耶 我都很尊敬他們 沒有人在價格 我們在這裡收穫 好的不是我天天 是讓你們下完生 我們很尊重耶 所以呢 我們也要跟他們來 鼓掌跟他們來 鼓掌 謝謝他們 台灣民進府 台灣政府 後來 那開始穩重的時候 這個歷史來的時候 很趣 很趣 不用用刀和刀 要這樣結名 用中文名字拐出 太好了 真的很厲害 是國語厲害 不是我厲害 因為你們如果沒有來參加 他們也不會出 你們會來參加 他們就趕快出 所以我們也要繼續鼓掌 但是希望各位 要引進年輕人來 你不要 你的心想要放給看 我們介紹 年輕人來 後來台灣沒有貪污的情況 大家都有錢 十八歲以上 十八歲 十八歲 政府都有一棟房子給你 你有家 你都一定有頭路 我保證 你絕對大家都有頭路 有家有頭路 你貪污要做什麼 不好嘛 對不對 所以呢 房地傘那時候 絕對要給他 我知道了 那有四五間房子 都不要拍手了嗎 你那麼多房子也不好 但是 我們現在要執政以前 超過一年兩年 太多房子 太處理了 不錯啦 那如果處理要怎麼辦 我跟你說一個 投資理財好不好 不行 我實在說 我不會讓 要說的 要說的 不好意思 其實我在上課 去年 昨年我就說的 買黃金 講到這裡就好了 黃金賣就 你應該買黃金就對了 你說美國的 美國現在經濟很爛 我問你 全世界經濟產生問題的國家 哪一個國家的壁值沒有貶值 美國 美國的經濟不爛 我跟你說 是怎樣 他欠中國那些要行嗎 明天最好跟你說 我說過的黃金你聽不懂 黃金啦 金塊啦 還是可以買 好 好啦 不要金針啦 不要金針啦 我不是說叫你走去買 你隨便買啦 你給我去看啦 但是反正你買都不了解啦 跟你說這樣就好了啦 你不要誤會說我家在開黃金耶 你不要誤會說我家在開黃金耶 那些 我今天齁 這個要做 要向各位說的就是 這張配音啦 我這個 後面這張文書 台灣解答 非常非常的要緊 台灣以後要處理 我會按照台灣解答這批來做 我們跟美國國務衣 我跟各位報告 我相信在一個月之內 我們會開始展開談判 這是中華民國做不夠的 民進黨是中華民國的民進黨 他也做不夠的 我們台灣民政府 台灣政府 代表台灣人 本土台灣人 正式 現在在美國開始運作 我們這個辦公室 是為20000年 七月催事 開班到警力 沒有中斷 各位 有了不起嗎 民進黨 他們派代表去美國 他們說一年要花一千萬美金 補助下來嘛 有喔 中華民國 我看是 差不多要花十倍 還是二十倍以上 我們要花一千萬美金 我們要花三千幾萬美金 沒有啦 你不用金中 就是花也不是我們花的 有人在替我們花的 各位 我們要自己有信心 我們自己要祝福 驚悟 台灣民政府 就是台灣政府 台灣民政府的堪棒 在我們的大樓已經掛出來了 外面那塊 在最近 要掛台灣政府 用掛的 在那個大樓的地方 台語就已經好了 上面等你掛你 台灣政府的堪棒也要正式掛在那裡 看不用去香港 什麼 詐騙集團 全世界 沒有人說詐騙集團 撿一個字 撿到那裡 那麼大字 把它打在那裡 公開招式 所以各位 我們 對自己要有信心 今天呢 要再說一次 非常保險 兩百幾個 兩百五十幾個 以上 兩百九十 明天 明天 很多都拜五百度來 明天來你報道 我告訴你 所以 好消息 你如果住在台北 還是住在這個 土豪這裡 晚上可以回去睡 拜託你回去睡 要拜託你回去睡 要拜託你回去睡 要回去睡 先把我們頭上 定規一下 好不好 這樣空氣流出來 這樣好不好 如果不可以 中立議長 我們都要看土豪 我說實在 我們要睡 地板 因為所有的 明天都要 如果住在台北 有開車 拜託 再人家回去睡 拜託 拜託 我不要拜託 你回去睡 但是你名字 要回到最好 我要點名 美國人都要點名 你不能這樣 這都點名 兩百十幾個 如果這樣就很快 如果說三百的 四千的哪有睡 十八就該過了 各位 自己拍手一下 不過這辛苦會麻煩 那個 輪流洗 如果輪流洗 如果不浪 明天中途這洗也沒關係 我今天也不會洗 讓大家去洗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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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有那個點心 有點心 有人吃 有那個 韓吉湯 韓吉湯 欸大家不要說 都一樣 比較料料 大家要吃 稍微吃的 不要說每半都吃得更更更更更 吃 起立 走